《人權法案》 蓬佩奧演講的題目為 《人權法案如何激勵美國和世界》 他總結了過去四年 特朗普總統任職期間的成就 包括無戰爭紀錄的外交成就 讓就業機會重返美國 保護邊境等 把台灣契迫伴了 我們也對 kl、 vaan 然後當中國人的 ships來 猜猜 å說說 我們不會! 百分之四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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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國人的制裁 發生了 那天我們想著 是剛才普遐的 我們想著 永遠記得 中國人對比我們 我們做得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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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川普總統統 我們保護 친구� 對於拜登總統的美國回來了的言論 蓬佩奧提出質疑和批評 蓬佩奧基於美國人要勇往前行堅定信念 就能夠在神的庇護下擁有永恆的自由 川普總統的議員 在中心中的中心 我们保持我们的目标 保持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